TVBS经济部今天欢喜度过两岁生日 在公司有制度的安排及规划下 两年走过来不但第一二届的艺人 在演艺圈有亮眼的成绩 现在TVBS大家族更增添到15位艺人 名副其实的漫漫滋长 渐渐扩大演艺版图 时日会现场不但播放旗下 每一位艺人出道VCR 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 加入TVBS后的成长茁壮 为此第一届学姐林立文还有些哽咽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好 然后突然讲到很感性 没有 你以为是爱药 他不要讲感性的话 他就是觉得很高 他要哭了 你干嘛 我是很爱哭对不起 我不要讲这种话 反正很高兴才到这边 我们换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比林志玲漂亮吗 没有 而现场还以师姐提起师弟妹的方式 隆重介绍TVBS新加入的两位全新艺人 何君祥被教父抬进了现场 师姐林英诚则负责迎娶这一位帅哥师弟 我觉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 那就是借由 就是迎娶花轿这个仪式 就是象征君祥就来我们TVBS 那我现在叫你上工吗 不要这样 我不要当男生 反正呢就很高兴啊 欢迎他 那相信他在我们这边也可以有所发挥 谢谢师姐 然后不管是戏剧啊 主持人什么方面 之前因为转换经纪公司而闹得风风雨雨的贺君祥 今天的迎娶正式宣告经纪约尘埃落定 他也说出选择TVBS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TVBS对我的提心与照顾 对 然后这一点呢 让我觉得就是很感恩 所以来到这边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合作上默契上 还有感情上能够越来越好 然后希望以后大家就是发展能够这个越来越茁壮强大 其实我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对 然后其实跟之前的经纪公司啊 其实大家私下还是有联络 就像我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啊 小众他们啊 也都是平常都还是很好 所以其实 其实只是一个工作上的环境的转换 所以其实私底下的感情 未来TVBS将带领每一位艺人在各方面展露头角 而大师姐林依晨更期许自己在电影有更好的表现 真高 电影吧我觉得啦 也不能强求 我知道这个机会其实就是来了就是来了 那只是今年都没有拍到电影 希望明年有机会这样